在30秒内摆出15个姿势 据说这是对网络模特拍照的最低要求 在电子商务发展势猛的中国 网店市场对模特的需求有增无减 因为站在第一线 否则展示商品的模特相等于网店的门面 照片好不好看 对点击率和商品销售有着直接影响 三多周少的情况下 网络模特行业竞争激烈 一名模特每个月可收获三万到五万人民币的收入 对于年轻女孩来说 可说是非常可观 丰厚的酬劳每年吸引数百名巨男美女 报读评训课程 我之前是做在公司当文员 然后大家都觉得我长得挺高的 然后挺漂亮的 他们觉得我不做模特比较可惜 然后我自己也比较爱拍照 然后小女生嘛比较臭美一点 然后就选择过来了 因为身边有朋友开淘宝店 然后想让我去拍 可是我觉得我不是很会拍照 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学习一下 然后就选择报这个班来学习 旗下作用淘宝 天猫等 中国最大电子商务公司 阿里巴巴一项研究显示 在中国大约有四亿人口网购 而从事这份行业的模特 保守估计介于三十万到五十万人 不过看起来风光亮丽的网络模特 并不是人人都能当 业界对模特外在条件的要求 可是十分严格 最重要的还是身材和性格 还有长相吧 主要是这三个标志 一定要瘦 然后你的五官 地质要好 对 你有可以打造的空间 第三就是你的性格 肯定是不能是好优而老的 或者是性格特别内向的 这样的女生 是不适合从事这一行的 因为她毕竟属于表演 你性格特别内向 那么就传达不了 客户想要的人种感觉 模特或许能在第一眼 吸引到消费者 但随着消费者 越来越读懂网购游戏规则 模特不再是唯一的标准 如今的消费者 更懂得理性且精明采购 通过与其他买家互通信息 查看卖家风品等 减少货不对版的不愉快情况 在千千万万种商品中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精品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